中国富豪孙广信的公司在美墨边境的德州瓦尔维德县 共购买了14万英亩的农地 价值约1亿美元 随后他试图将其中部分土地开发为锋利发电厂 德州议员们警告 发电厂靠近该州的电网和美国空军基地 危及国家安全 应该阻止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孙广信的财富估计为28亿美元 有消息披露 孙广信靠中共政府的支持 将倒闭的工厂开发成房地产发的财 而他本人在中共军队有上位军衔 正是这些背景引发了德州南部牧场主门的担心 而孙广信的公司也因为没有报告他持有的土地 被美国农业部罚款了2100万美元 后来减少到12万美元 德州州长艾波特上个月表示 他将签署一项关于外国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禁令 而近日发生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 加快了这项法案的进程 同时对孙广信所购买牧场的限制 也从地方发展到全国范围 根据美国国家农业法律中心的数据 已经有18个州开始限制 与中共或其他外国势力有关的实体拥有农地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警告 中共正在吞噬美国的土地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外国个人或实体控制着全美大约3%的农地 其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个人或实体将近1% 大约38.4万英亩 请调人电视台记者上进综合报道